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快兴回心标明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地生 这是台湾人民 英国成功妙地生 1.5 英国成功妙地生 标明 日月最长生 可惜 天理难分明 若有真胜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各位维新圣教 一经大学 所有贤士同修 我们今天继续为各位来 谈解 风水学的奥秘 风水 是关系到一个人的 平安 环境的好坏 都影响到 一个人的心 尤其办公室内 办公桌的学问 大得很 不要小看上去 我有桌子可以写字就好 不是只有这样 回顾在三十多年前 我跟我的师父李史玉大师 到高雄 某一家建设公司老板 他的办公室 应这个老板之邀 我陪着我师父李史玉大师 去看 到办公室里面 我的师父李史玉大师 对着正月老板说 你的办公室 非常的豪华 所以一般的 你的客人朋友 不敢进来 而且你的办公桌 非常的气败 照道理来讲 办公桌也是一个事业的 一个钱贵 大掌柜 但是你这么豪华的办公桌 你没有心情 去想你的事情 你只有 每天在炫耀着 亲朋好友 说你的好的办公桌 你会赚钱 赚很多钱 而事实上 这是你失败的原因 要注意 这位老板 恍人大悟 我原来 我的办公桌 很简单的办公桌 有一天 他到家具店去 看了这一张的办公桌 非常的羡慕 所以就 把他买回来了 买回来了之后 把旧的拆掉 换新了 安上去 已经三个月了 这三个月都没有进账 建售公司 他手要卖的 没有成绩 所以很烦恼 才透过亲戚朋友 拜托大师 李老师 帮他忙 到底是换了什么原因 原来就是这一张桌子 让他捕莫导致 这张很大 很豪华的桌子 让他 有这个供高 他终于误了 所以 各位同修 注意 办公桌 的安 座位 有时间性 各位要注意啊 各位微信神士及各位熊山知识 办公桌的材质 当然能讲究是很好 若是你 做对了 选对了 而因此而花财 若是选错了 弄巧成拙 曾经我一位好朋友 把他的办公室 有一天 要我去 他的公司 他的办公室 在最顶楼 在家盖上去了 盖了一间 非常豪华 的办公室 所有的家具 采用进口最高档的 其中他的办公桌 也是非常高档 有像很多的装置的编 还有各种的 花样的雕刻 那张桌子 买了一百多万 所以他每天 坐在办公桌上 东摸摸 西摸摸 欣赏那张桌子 有一天的英年 他要我去参观他的办公室 去的结果 我看他一直在摸 这办公桌 把他的职员 小姐跟他说 某某人要来看你 他也不理不睬 他也不理不睬 我最想一下 这下你完蛋了 你的供高 没有智慧 你的精神 吃在那张桌子 开了一家建设公司 原来是一屋三脉 没有多久 跳票 造成当时台中 一阵旋风 公司倒了 人跑了 所以我有很大的感触 办公桌 办公室 并不代表 你的权贵 和地位 与智慧 所以这家公司 老了 我才知道他 一屋三脉 钱收一收了 闹袍 非常不好的 坏习惯 后来 这一个买房子的 告我 纠缠了 不知道有多久 所以我们人在世界上 要脚踏实地 把诚心 做人处事 不要供高 不要贪婪 不要虚伪 就是一个成功的人 那 这些台湾的病 应不成功 秒的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名鲁班辞 所以鲁班辞、文工辞 非常的重要 财本是重要的储存 其他的储存都不合人所用 鲁班辞、文工辞、财字是平安 本字也是平安 意字也是平安 其他的字不要说阿红的就好 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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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桌子高度 以兩尺一或者兩尺八的桌面 兩尺一台詞或者兩尺八台詞為家 遇過一位老信徒 非常有智慧的人 但是他一再地否認 古德聖人所留下來的智慧 文工辞 我認識了好久 他也 喜歡聽我講 已經很空水 但是不以為然 有一天 有一天 他突然心血來吵 說為什麼家裡人那麼會吵架 孩子也吵 夫妻也吵 父子也吵 全家吵得亂七八糟 所以他 就想到了 似乎在講文工辞 就是 風水學 所以他呢 就買了文工辞去量 每個人 所住的 他的文把它量起來 都是口熟 不然就是害 原來 就是這個問題 把這個混零 把他就試看看嘛 他就在 找 木匠 把不和文工辞的文 我們 該增 該減 把他補好 修好 過得奇怪 那 家裡平靜下來了 孩子有時候有笑 夫妻有時候有笑 一家都融融 所以這位先生 所以這位先生 有一天 遇到我 感恩 老祖 老祖 傳了這麼多的妙法 他終於正道了 原來 原來老婆 口角 幾乎要離婚 孩子也一樣亂操操 所以 文工辞修改好了 才智 或本質 家裡平安 平靜下來了 大家好 各位維新型師 及各位時光善知識 我們日常生活 眼睛所看得到的 光線 與色澤 光線明亮的 反射到我們人的眼睛 傳入腦海 轉入 心中的視田 然後再反映出來 人的細胞 人的思想 都隨著色澤 和 以光線 起變化 曾經我到 某一個 公司的老闆 辦公室 公司 他有事情 找我去 原來 他就以為 他辦公室裡面有陰邪 有陰靈 所以 所以 怕怕 員工也怕怕 所以 就找 找我去 我進入辦公室 那 我的直覺 整個辦公室 裝潢設計 全部用黑色的 墻也黑色 天花瓣也黑色 燈光 小小的 燈光 把家具 也黑色 系列 辦公室也黑色系列 我說老闆 啊 啊 你在市櫃齁 啊 是啊 我曉得 為什麼 辦公室內 陰森森的 都好像有鬼 走來走去 讓他神魂顛倒 問題就是你的黑色系列太多 全部的黑色 有如地獄 我們人的眼睛 你所看到的都是一片黑 感受到的都一片黑 所以反映到你的腦海 你的視天裡面 就會有患得患思啊 所以你辦公室 有鬼是你的心 心裡的鬼 啊 你自己的幻覺 那你為什麼要用這麼多的顏色 都是黑色的 你說我請 台北最有名的設計師 來幫我設計囉 我也幫了不少紅包給設計師設計囉 啊 特別援救色系 我說那個是做學問的人 他的花樣 人的自然 眼睛就是要看到了要有亮 要有醇 要有牙 啊 啊 這樣的話 你在房子裡面 住在辦公室裡面 日夕月蕾 所反映出來了 就是負面的 就是負面的喔 所以接著你 貴人你會一直減少 臉色花青 換多換師啊 這集是 風水學的奧秘 我說趕快改 請人全部改為乳白色的就好囉 啊 啊 辦公室 顏色的順利點沒有關係 其他都乳白色 就算你就平安 心安 就會順利了嘛 這集是風水學的奧秘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慌張的醒起來 就到處問神 沒有用啦 風水學的問題啊 那就是壓樑 床位上横梁壓在床上 睡的人晚上會多夢 常常感覺有鬼壓床 相對的 他也有信徒 他一直說叔父啊 我的血壓一直飆 都飆得很高 中醫西醫 氣功的 找騙了 還是沒有用 我就問他說 這個高血壓除了體質以外 你的環境要注意 除了 肉水爐的位置放錯了以外 就是你的辦公桌 辦公桌上壓樑 樑壓下來 壓在頭頂上 高血壓 降不下來 那麼壓在桌子上 你的業務 越來越沒有 力氣 這位信徒 哎呀 我原來就是 頭頂上壓樑啊 我說你為什麼會壓樑 那我不相信風水啊 人要努力要拼 人要努力要拼 風水才會好啊 人不拼 講風水也沒有用啊 我說你的 這個 哲學理論非常的好 但是 你已經違背了風水學的 原則 就辦公桌 不可 坐在樑下 會高血壓 桌子 也不可以壓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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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位信徒 恍得大悟 舒服我懂了 但是沒有地方可以搬耶 很簡單嘛 千萬千港車頂起來嘛 蓋住就好了啦 那麼簡單喔 本來就那麼簡單嘛 好 所以回去囉 請人把 天啊把你用清高架 一天就做好了喔 再過一個禮拜 到鮮活室來了喔 我說現在怎麼樣呢 他說我現在血壓都很正常 很奇怪 好原來 那些風水學 這麼多的孜孜節節 冠冠卡卡 我們懂的人 你可以 黃泛的未然 好 不要等到 環繞到了 東軍西跑 到處求名醫 沒有用 名醫 就是風水學 風水大師 就是名醫了啦 各位 自己都可以做 風水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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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我們有某一位 大企業家 大企業家 到大陸 到大陸投資 在四周地區 水神之都 水神之都 但是他的公司在那裡經營了 好長一段時間 很累 生意做不起來 賺到錢 莫名其妙 就流失掉了 有一個英年 我到上海去 他就去找我 那我就 去幫他 看一看公司的風水 和地理環境 地理環境很好 八國水神 財源滾滾 但是他的財源滾滾是滾出去 不是滾進來 他也感到很納悶 那我就到辦公室裡面 一看 我說你的辦公桌 像出去 這個大排水溝 一直往海裡面流出去 你怎麼這麼做 他說地理師跟他說 他是西市運的 要這麼做 所以他就 按照那些大陸的地理師 幫他指點了辦公桌做了 漸漸漸的發現 漸漸的發現 財源一直流失 大财进来 施大财 小财进来 聊小财 我这个就是风水学的 奥秘啊 那我懂了 还怎么做 你把办公桌 颠倒掉过来 逆水而坐 你的财就会守得住了 事业就会顺利了 所以 风水学的天机 办公桌 不可变外面的 顺水流 水沟的顺水流 应该 要溺水 好 溺水才会 进财 顺水是私财 好 当时我就和他 一起把办公桌 调过去 马上班 马上动作 他说话 他不要看日子 我说再坏也没有这么坏了 所以日子不看 赶快调过来 要紧 有时候你掉到前面的水沟 你要起来 要看日子起来 那时候已经 死了 好 即使 改进 那你就会 平顺了嘛 所以调了之后 过了三个月 他从上海回来 到学博市来 非常感恩王产老祖 驾到 到他公司 指点迷津 所以他整个的业务 开始看到 进账 看到 剩余的钱 这个就是风水学 这些老板 非常感恩 我就好好养活 如果 你公司 一两千位的员工 功德无量啊 这好风水 可以帮助很多人 你的功德无量啊 各位维新闲事及各位死亡善知识 各位维新闲事及各位死亡善知识 风水学的奥秘千变万化 屋前屋后 屋顶 地底下 都是风水 尤其 房子的四周围的水 特别的重要 若是我们 盖错了 违背了风水学法则 任你盖了再漂亮的房子 也是无济以示 到最后 要失败 我们一位信徒老弟子 他的舅舅 在印尼 在印尼呢 他赚了我钱 算了盖了 一栋别墅 像皇宫 他舅舅 他也很高兴说 到外国去 奋斗了 那么久 好不容易盖了一栋 非常满意的 皇宫寺的别墅 而且自己设计 自己建造 拍了照片 给我们这位地址 还要这位地址 拿这张照片给我看 我一看 我说完蛋了 这一栋房子不能住 他住在山坡上 而且 左边 一条河由上而下 一直往下屑 浪滔滔 万马奔腾的水神气势 就往外面流出去 我说 这一栋房子 盖得很漂亮 但是这样不能住 一住 公司会败 主人家命会 受到伤害 那么 他这一栋房子 后面是山 水锅是这么流 他设计在这里 住在这里 这一栋房子 别是盖得很大 水就又上往下流 他住在这边 顺水流 我说 这就是割脚水 挂它 和商财 说这个房子不能住 告诉他舅舅 就是哎呀迷信 他住得好好了 再过半年 我们这信徒老弟子 又来一些卧室 他说师父啊 他舅舅死了 他事业败了 情家荡产了 儿子 媳妇逃得逃 跑得跑 我说怎么办 我这风水学 我这风水学 这奥秘啊 不得不注意啊 各位微信仙神四集 各位视频 各位视频 三管人丁 水管财 水神对了 财运可以保守 财运可以保守 不为常常私财 了钱 水神错了 关关卡卡 孜孜节节的烦恼会很多 我这么多年来的印证正道 而且我们所有很多的地址法师 国内外 为购界 企业界 服务 印证正道的案例 多得不得了 尤其我们台商服务联社 原生法师 在越南 为越南的台商 服务 排解公司的困难 转为为安了 很多很多 所以对台商 也有很大的贡献 那么我们 讲究风水 是以最简单的法文 最简单的 原则 告知所有信众大德 如何来趋吉 避凶 所得到的反应 是和谐和圆满 所以我们对于 风水的水神 我们一定要很小心 把逆水而发 顺水而败 逆水 收着逆水之气 你会发 顺水 送水 顺水流的 一定会败 这是不变着真理 也不必强辨 也不必争 也不必 来挑战 好坏自己可以去体验 所以 我们不要违背到 风水学 而要顺着 这个原则 办公桌 应该要逆水而坐 逆水 而坐 就收财气 尤其 我们的神位 也不可以顺水 神之恶 要坐着逆水而来 家中就会比较平安 比较会有贵人 我们头脑会比较清醒 不必须顾虑说 你是什么命的 要做什么项 那都是错了 依照 环境的真理 逆水 而发 顺水 而败 这是不变的真理 办公桌 以外 我们的神类也一样 把大门也一样 顺水而流出去 一定会败 逆水而坐的大门 会成功 会发达 会发达 这么多人来 为过界服务 转为安的 无济其事 所以今天将这个很简单的药灵 讲给各位理解 可以为大家 十方大众 帮忙 即是功德无量 这次台湾的病 任何清空妙的生 國外微信閒事 各位所謂善知事 風水在身邊 在屋前 在屋後 風水也在 我們的床頭 床角 風水也在我們的神位 灶台 灶位 尤其辦公座位 要特別的注意 辦公座位 就是主人的神位 非常的重要 除了重要視頻把握以外 你要注意你身邊的環境 曾經我們一位老信徒 外一邊 來到賢國室 我一看 這信徒 他自己不覺得 他走綠兒的外一邊 我說你 辦公室有問題喔 住家 不然就床位有問題 他我今天就是要來請示 書徒告訴我 我到底換了什麼 英國月曆 今天才會 一邊 一直歪 一直學 那我就用意把他沾個掛 沾他的辦公室 有什麼問題 結果 他的座位 掛一沾起來 白虎 洞 來沖 那我問你 辦公桌 右邊 是不是廁所門啊 他說是啊 這樣比較方便啊 你坐的位置 旁邊是廁所門 右邊 會中風 左邊 會高血壓 前面沖 措手門 心臟病 後腦袋 坐在措手門 來沖 也會 中風 我說你是哪一個 我是右邊的 措手門 衝到我的座位來 他也怪怪的 那你為什麼這麼做 他說我請了一位大師 說我要這麼做 才會花 而且是老婆請過來看的 也不好意思 不做 我 我這裡就換到風水學的大忌 把辦公桌 不可側面 衝錯手門 側邊衝錯手門 右邊 會中風 會有雪光之災 趕快 趕快 把座位移掉 過了一個多月又來囉 走路很 很庭 不會一隻腳 用坡的 這就是風水學 所以這位信徒先生 感恩王產老祖 以最科學 最環境學的智慧 會讓他排憂解難 各位維新賢士 及各位磅善知識 我們研究易經 風水學 你要注意 屋前屋後 也要注意你的立足點 所坐的位置 前後左右 的環境非常非常的重要 往往你忽略了 屋前屋後的風水學問題 造成很大的遺憾 終身遺憾了 曾經我們一位老信徒 他也是教育界的大佬 有一天 他感覺 身體怪怪的 感覺後腦袋 好像要中風的樣子 他就到大醫院去檢查 檢查不出所以然來 小醫院也檢查不出來 民間的民事療法 有一天看到台視 我在講疫經風水面面觀 打開電視剛好 在講他的問題 完全像無好像在為他講 開始了這一段 就是說 辦公桌 不可背靠 措手門來衝 他的辦公桌 位 把背後就是措手門 衝過來 所以他仿人大悟 原來就是他的座位 背後靠著措手門 晦氣 從後面衝過來 難怪一直好像要中風 高血壓 腰痠背痛 把脊椎 肩膀硬 所以 再怎麼樣吃藥都沒有效 就嚇了趕快把辦公桌 湊掉湊出去換個地方 漸漸的好起來了 所以有一天 就特別來到仙佛寺 來感恩老祖 遇到他 才問了講說 他今天會來仙佛寺 拜老祖 過去老祖 就是因為他的辦公桌 影響到他的身體後腦袋 也很感恩 希望我 傳更多的廟法 提供大家要小心 則社會有福 家家戶戶平安 人人平安 集市功德無量 所以今天特別為各位殘疾 辦公桌的學問 我們要注意 願大家同修依法 修行依教奉行 祝福和光明 祝福各位